吴秋谷议员一上场关心违建的问题 希望工部门能严格彻查 若有违法要从严处理 为市民朋友的安全把关 另外他也提到 近来高楼大厦林立 公寓大楼的管理 几乎伪由保全公司代劳 但保全人员的资格是否符合标准 却一直被忽视 因此他呼吁警察局 务必要落实保全员的资格审查 避免治安死角出现 我想现在整个社会形态都已经改变了 各个社税大楼林立 大楼都会雇请保全来做这些资案的问题 但是因为过去 总干事都是管理委员会在聘请 但是现在几乎大家都委托保全公司 来派这个总干事 这个总干事的影响很深远 因为保全公司在我们新智市 既有了解就有两家 是有地方民贷在撑腰 而且他们本身 这一些林立的聘请的素质 有没有前科 这个我们必须市政府要做好把关 而且警察局 社会局 因为总干事现在如果 都交由保全公司来聘请 那影响的所有的市民相当的深远 所以这一点我们想 要求市政府必须要重视 出一个办法来做管理 香山子弟林营车直循的面向也相当广泛 纳谷塔的塔位 杂草修剪后的处理 还有香山地区的交通建设 教育建设跟基础建设他都相当关心 尤其香山地区近来盛传江盖动物实验所 导致人心惶惶 身为站在第一线的民意代表 今天也请产发处提出说明 我们地方多位的里长还有民间一直有传言 我们的农委会即将在香山去设置一个实验所 那这实验所将来会做活体实验 有引起地方上的一些恐慌 那我了解了这个问题之后 尽快的就请我们产发处的翁处长去了解 那确实农委会会有这样一个计划 那我们希望市府能够坚决我们的立场 只要农委会要设置这样的一个实验室 没有跟地方做充足的说明 没有经过我们地方的同意 我们一定坚决的反对 产发处长翁一芳强调 目前中央的确有这样的计划 但由于计划并没有取得地方政府跟民意的同意 因此市政府会与市民站在同一阵线 有关于我们今天林一元才有反映说 有一些里长 翔山有一些里长 他们有听闻 我们那个农委会 我们农科院 就是我们现在农科院是设置在我们那个香山牧场里面 他们有提一个动物的安全的一个物理性 我们现在叫做简直叫P3的计划 那这是一个以后动物还有生物要做一个检疫 那他们要设计就是三级防疫系统 也就是国家现在比较最高等级的一个防疫系统 那以后会在这边做一个实验室 那这计划呢 他们反映出来以后呢 我就开始去了解 了解以后呢 事实上是有这样的计划 那农委会呢 他们农典局已经把这个计划送到我们那个国发会去 那国发会是有意见就把它退回来 那这个计划呢 我们已经初步跟市长做报告 那当然因为这个计划他们要做的时候 并没有来跟我们说明 也没有跟地方说明 那我们的立场就是 再还没有跟我们那个居民 大家来沟通跟我们讲清楚 我们绝对是坚持反对这样的一个设置方案 那我们在这边也呼吁 我们中央你要做这样的计划 一定要来先跟我们沟通 也要见过我们地方 像我们柯总召 我们柯理委 一定要说明清楚 从以后才可以启动这样的计划 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遗憾 中央应该要重视我们的民意 不管是什么议题 只要是民众关心的 都是民意代表的大事 务必要为民喉舌反映民意 台阔新竹综合报导